9月17号下午 由法国中国工商会主办的中法企业合作成果长在巴黎节目 本次展览通过图文和模型展示 回顾了中法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的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展现两国企业合作的广阔空间 并以此宪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及中法建交55周年 开幕式由法国中国工商会会长潘诺主持 他介绍说中法企业合作成果长包括机构合作 金融联通、航空航天、能源合作、交通物流、通信通讯、不动场、商法服务、文化旅游等9个方面 希望通过举办这次展览增进中法企业相互了解与友谊 促进两国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开幕式上说 企业是中法经贸关系的主体 是两国开展务实合作 建设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中法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具体实践者和受益者 他指出 在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多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背景下 中法两国企业的合作保持良好合作势头 并不断向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拓展 这反映出两国在维护多边主义实现互利共赢上的高度共识 法中委员会联合主席苏伊士集团董事长肖萨德表示 近年来中法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 法中委员会联合法国中国工商会每个季度举办一次中法企业交流会 围绕中法企业间共同关注的行业领域和热点话题进行研讨 合作开展中法企业合作相关奖项的评选 提升了中法企业交流的层次和深度 疯了55年,北红色的股脑并有写的结合 典业的交流公司、国家和美国政策坚持一切 在中国的热训会,在中国的热训会, 会有很重要的奖务。 我认为我认为了在这次展示的展示 在中国的展示范的FranceChine。 这次展示范的展示范围在巴黎的几天 它有兴设的充分析 所有的专门和中国的商人的商人。 这次展示范围在55年 的关系中的关系 中国的中国的关系 我认为了中共的地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 到所有的专闸展示 出发的专闸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专闸的专闸 建立了中国的专闸展示 您的建议 我感谢了 让中国的专闸展示 这些专闸的专闸展示 我们进行专闸展示 这些专闸的叶子 用力量的专闸展示 到栏目的变化 一个交hält性高通常 以中国关快乐铈丝地方 如今所發展三 plад大 改做中国关系 正在全面内需要 在中国的形糖上 巴黎宇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览策划 影视制作 活动组织 您的各种需求都会变成我们的行动 用创造回馈期待 让合作绽放精彩 华人卫视 国际品牌的舞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